大家好,我是Dan 假裝自己有土蕊症拍影片 而引起非常大爭議的YouTuber I'm Do It,大家還記得嗎? 這幾天,他意想不到的最新情況 讓很多網友們都驚訝了 前幾天,I'm Do It在自己的YouTube頻道 上傳了報名HIPHOP選秀節目 Show Me The Money第10季的影片 這不到一分鐘的影片 目前已經有了15萬多的觀看次數 是Mnet會喜歡的出演者類型 之前都引起那麼大的爭議了 現在又要這樣出來 我覺得實在是不應該 雖然有爭議,但是又沒有前客 當然可以參加 不過比一般的參賽者還要厲害 聲音特別入耳 Rap實力還不錯,太神奇了 對於I'm Do It的新的挑戰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下一個消息是 Mnet將在8月24號開始播放一個叫做 State Woman Fighter 女性職業Dancer們的禁言比賽 而IG文成員一千元也以唯一的 IDOL身份參加了這個節目 獲得了非常多網友們的關注 然後在昨天 這個節目的預告影片公開之後 在論壇上出現了 一千元怎麼辦的天文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這個內容 靠北,你在鳥什麼你? 是真的打起來了?真的單跳了? 我覺得IDOL跟Dancer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如果讓你做你就要做 他們是什麼茶茶? 他們以為他們跳得很好嗎? 會有IDOL參加? IDOL也能跳得很好 我以後不能再跳舞了 然後這個節目目前公開的評審 由PUA跟NCT的TAEON 我可以打斷一下話嗎? 我先來說一句吧 對不起PUA千輩 只是看預告片的話 很像是UnprettyRapstar的舞蹈版本 當然因為MNET是出了名的惡魔剪接 所以不能只是看預告片就來判斷 但是以前是參賽者當中唯一的IDOL 而且一直以來做HIPHOP的人也好 跳舞的人也好 一直會有看低IDOL們實力的那種現象 所以前央的壓力一定會非常大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網友們的反應 真的不希望前央出演MNET的節目了 MNET的手法太顯眼了 只希望前央的心靈不要受到創傷 只是看實力的話 以前以DANCER不也是站在上層嗎? 看HIPHOP節目舞蹈節目的話 有很多以為沒禮貌 就以為自己很HIPHOP的人 給以前身上貼了很多NO RESPECT 難怪會哭 我都覺得很傷心 以前雖然以IDOL活動期間本身不是很長 但是從KPOPSTAR開始 人生的一半都是在跳舞 但是也有這樣的反應 就算再怎麼以舞蹈出名 能比專門的DANCER厲害嗎? DANCER們是編舞蹈後給IDOL們的人 其實我個人覺得 再怎麼有壓力歧視 這個實力是掩蓋不了的 所以一開始MNET一定會展現出 DANCER們看不起IDOL的那種畫面 但是以前的實力大家應該也知道 所以我覺得一定會有很感人的劇情 整理一下就是 粉絲們不要擔心 對於Street Woman Fighter這個節目本身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下一個消息是 PANTA又拿下PILBODEA了 美國時間8月2號 PANTA雖然的POTTER再次拿下了PILBODEA 創下了連續10周拿下 美國PILBODEA的大紀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非常感人的一張照片 為了隔離的奶奶 醫護人員穿著防護服 再跟奶奶打牌 疫情期間最帥的守護天使 真的太棒了 親父母也很難這樣做的 好催淚 希望疫情能早日結束 為什麼這個畫面這麼催淚呢? 奶奶被隔離所以會很郁曼 醫護人員穿著防護服 所以會悶熱 為了排解奶奶的無聊 陪她打牌 太暖心了 疫情啊疫情啊 有良心的話也該離開了吧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